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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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化作永恒 心中输长快意 天地无限今后 流去光芒今世 刹那化作永恒 终身遥远的黄昏 独坐窗前灵香 谁在远处招手 找我走入夕阳 晚霞如火的黄昏 独自走向天缘 暮云缓缓消失 夜空星辰闪耀 心中输长快意 天地无限今后 流去光芒今世 刹那化作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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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输长快意 天地无限今后 流去光芒今世 刹那化作永恒 刹那化作永恒 战争 刹那化作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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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郑怡啊 郑怡他除了是一个很优秀的名歌手 很优秀的歌手之外 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广播人 我们刚刚听到的维光中的歌音 是郑怡在台大念历史系的时候 参加当届的金运奖比赛 因为他高亢的声音脱颖而出 而在金运奖第五第六集的这个专辑当中 收录了他这一首维光中的歌音 大家不知道 听到这个郑怡当初第一次的这个作品 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爱云刚刚听了一下 觉得说其实唱歌好像还是需要练习的 那个时候的郑怡声音比较尖锐 也比较高亢 不像他后期的作品声音就比较圆润 虽然声音一样是非常的高亢 可是他的声音已经没有说像 刚刚我们听起来这样的尖锐 那这个郑怡除了维光中的歌音以外 他在金运奖系列呢 他还唱了微风往事 还唱了乔也跟当初的这个马怡中王兴怜 三个一起合出了一张合集 那接下来呢 就为您播放一首由郑怡演唱的 微风往事 走沉的微风 我们向远处出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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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如言 不要回首 沉默弥漫中 音乐在我心里响起 木一开启 别再忧愁 谁知我心中 何去何从 谁令我感动 月里伤痛 早晨的微风 在心中 尘苦弥漫中 多感动 谁令我感动 谁知我心中 何去何从 谁令我感动 月里伤痛 早晨的微风 在心中 尘苦弥漫中 多感动 不回首 别再忧愁 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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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念书 他那时候是吉他社的总干事 他那时候是吉他社的总干事 当时鸣歌呢 非常非常的流行 他有副高亢的好歌喉 所以他就去参加了 这个金运奖 这个金运奖的比赛 脱颖而出之后呢 又在金运奖第八集的专辑里面 跟了什么杨方怡啊 徐小金啊 他们一起啊 合出了一张这个金运奖第八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介绍郑怡的下一首歌曲 它是由郑怡跟当时最红最红的团体 木吉他一起演唱的《桥》 《桥》 张开莫桥杯 千街亮地安 一段再过去 一共未来 人在桥桥中 谁在桥下流 何方雪起水长海 有过我传备把手延缓 听着我传备并肩走来 流光随风转 星辰弹路盘 逆着我传备把手延缓 我开满电雨 敞开你胸怀 让人间藏草惨在 有过我传备把手延缓 听着我传备并肩走来 敞开我传备 先见两遗憾 一段再过去一段未来 人在桥上走 谁在桥下流 何方雪起水长快 有过我传备把手延缓 听着我传备并肩走来 流光随风转 星辰弹路盘 听着我传备把手延缓 我开满电雨 敞开你胸怀 让人间藏草惨在 有过我传备把手延缓 听着我传备并肩走来 正在乡间的小路上 木贵的老牛是我同胞 黄昏的 大专杯新手相连慈善演唱会 将于4月1日下午1点 甲桥二中心举行 校园民歌之父叶佳修 将清零现场献唱 购票站线909-613-1603-562-682-0351 欢迎您一起来与我们 共度一个温馨的下午 欢迎您继续收听 和爱语音主持的 民歌下午茶 在唱一段思想情 演唱一段思想情 唱一段躺山摇 紫桥鲜rei 走不紧的坎坷路 我們家如走险的步履 吉子 то tellement 宝补道 富裔旅 コン react 洛杉祸像海洋 赶上会消失 解释你的手指腹 再唱一段唐山谣 再唱一段思想心 唱一段唐山谣 唱一段唐山谣 走不近的坎坷路 恰如祖先的步履 抱一只老月轻 散两声不成调 老歌手轻音悠哉 独步街横沉地穿行 洛杉祸像海洋 赶上会消失 解释你的手指腹 再唱一段唐山谣 再唱一段思想心 再唱一段思想心 刚刚你所听到的是由珍怡所带来的《月琴》 我想这首歌啊 大家都很耳熟能详 尤其是要参加歌唱比赛的朋友 这一首歌几乎就是 拿分的这个重点歌曲 那郑怡她就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有哪首歌 对我的演艺生涯最有强烈的影响 那当然就还是乐琴咯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因缘际会 苏莱普勒赖西安这首歌 本来呢不是要给我唱的 而是要给李建復唱的 可能因为呢是李建復唱的歌 好像就是背负着某种责任和使命感 所以她本来是想写给李建復的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听到这首歌就跟苏莱说 哎其实也不一定啊 你这首歌啊 不见得一定要给男生唱 那你听我唱唱看 那那个时候呢 郑怡就唱给了苏莱听 苏莱呢很意外呢 她把这首歌唱出来 感觉是这样 所以到录音的时候呢 制作人李国强 她的国乐特别的有兴趣 所以她把这首歌编成一个 很中国很中国的调子 也就是您刚所听到的这个乐琴 她加入了琵琶 那当然呢 这当时整张专辑的风格 通通都不合 而那个时候呢 我又给她一个建议 说其实呢 我们可以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 调到前面来当第一句 那她觉得那样会很有震撼力 所以这首歌就是这样成型的 其实呢 这个我们比赛的人都 比赛歌唱的人都知道 乐琴的第一句呢 这个你只要把它唱好的话呢 这个分数呢 基本上就拿到手了 那接下来呢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正宜的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这首歌呢 诞生于台湾校园民歌 与流行歌曲的交替旗 由这音乐作品内容 已经其实超出了校园的生活 我们先来听听看 正宜带来的这首 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我们再来谈一谈 若让你如此对待我 你悄悄地离开我 克制我心已被你带走 小雨来的真实时候 代表我流不出的眼泪 小雨来的真实时候 承担我对你的思念 小雨来的真实时候 小雨来的真实时候 苦苦地喝一杯酒 淡淡地没有滋味 你悄悄地就这样走 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 让你如此对待我 你悄悄地离开我 克制我心已被你带走 小雨来的真实时候 代表我流不出的眼泪 小雨来的真实时候 冲淡我对你的思念 小雨来的真实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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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来的真实所 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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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 正宜带来的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这首歌呢 虽然它是处于这个流行歌曲 跟校园歌曲中间 可是它其实听起来的感觉 还是偏向于校园歌曲 那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 是小虫 也是像目前很有名的制作人之一 那这首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是她的出世提升的一个作品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 正宜跟李宗盛的另外一首歌 在正宜小雨来的正式时候 唱得满天响的时候呢 那这个正宜跟那时候的制作人 李宗盛之间的那段情史 也始终是这个影剧版 轰轰烈烈的发烧话题 这个正宜笑说 好在现在年轻人不知道 不然的话呢 这个李宗盛这首婚编呢 是不是 大家这个记者一窝蜂 都要去访问他了 那这张专辑呢 也是李宗盛所制作的第一张唱片 当时的李宗盛在音乐制作方面 尚处于这个初步摸索与尝试的阶段 但是他却相当成功地捕捉了正宜 声音中的这个玲珑 剔透高亢婉约与轻量率直的一面 那使这整张专辑 让人听起来十分亲切自然 那这首结束是由李宗盛跟正宜对唱 歌中所述说的这个 为情所困 为爱所获的这情怀 并不是很激烈 只是显得云淡风轻 这是李氏最唱情歌的经典之作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 由李宗盛跟正宜所带来的《结束》 你到底有什么 你从不对我说 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 你对我说 你好寂寞 我知道 我明了 我问你 你要什么 怎么做 你可早知道 每一个夜晚 每一次分手 总是没有泪水 没有尽头 你到底要什么 你从不对我说 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 每一个夜晚 每一个夜晚 每一次分手 从事没有泪水 没有尽头 没有尽头 你到底有什么 你从不对我说 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 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 我说 大专杯新手相连慈善演唱会 将于4月1日下午1点 甲乔二中心举行 校园民歌之父叶佳修 将清临现场现唱 购票站线 909-613-1603-562-682-0351 欢迎您一起来与我们共度一个温馨的下午 你现在听到的是何爱云主持的明歌下午茶 大专杯新手相远 当他离我而去 外面有太阳 可是我心中在下雨 当另一个他出现 白云在徘徊 我的心也在犹豫 当结局出现戏剧 外面在下雨 可是我心中有太阳 当我看着你的眼 他给我温暖 也给我一点点感伤 啊 心情 心情 我用假装的心情 我用假装的心情 是我有雨天的心情 雨天的心情 啊 心情 心情 我用假装的心情 假装你打电话给我 是我用我 使我有今天的心情 今天的心情 可不可以有 做云的你 帮助我隐藏自己 可不可以有不同的你 好 让我表现我的心情 我的心情 我的心情 你别再生气 是我的心情 我这个心情 我明白 隐藏自己 你接受了 isol残酷 舐厅 但是你配着你 我不会有 性感恩 啊 心情 心情 我用想象的心情 想象又重要 是我有雨天的心情 雨天的心情 啊 心情 心情 我用假装的心情 假装你打电话给我 是我有晴天的心情 晴天的心情 可不可以用多云的你 帮助我隐藏自己 可不可以用不同的你 好让我表现我的心情 我的心 我的心 啊 心情 心情 我用想象的心情 想象又重要 是我有雨天的心情 雨天的心情 啊 心情 心情 我用假装的心情 假装你打电话给我 是我有晴天的心情 今天的心情 啊 心情 刚刚你所听到的是 由郑怡带来的心情 啊 这也是郑怡另外一首 非常好听的歌曲 其实呢 不知道大家听不清楚 郑怡呢 她除了是一个 好的歌手以外 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节目制作人 跟这个广播人 她说呢 其实呢 她有一次到中广 去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她很诚恳的说出了 这个主持广播是她的愿望 哎 没有想到有一天呢 这个愿望啊 这个就实现了 于是呢 她在1988年的时候 中广的起立世界开播 这本来是一个下午 我记得是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间 那时候当时在中广 这算是比较冷门的一个时段 哎 可是这个郑怡默默的耕耘的14年以后 这个时代 哇 也是吵得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火红啊 这郑怡说 其实呢 我一直就比较想当这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那白羊座的她呢 做事总是这个带着冲动 她说 其实啊 我没有太远的计划 我只是觉得说啊 嗯 我想做这个广播节目 有机会让我做 我就很努力的去做 但是我一旦做了这个广播节目呢 我说不唱就不唱 哎 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 哎 也是她 因为不需要有这个 求援兼裁判的顾虑 而否则我怎么能公平的 看待别人的作品呢 其实呢 这个郑怡啊 她是 做事也是非常的严谨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 也可以看到她 做事有多么的认真 她呢 在这个主持 起立世界14年的时间呢 她唱了12年的片尾曲 而且她还常自掏腰包的呢 为节目制作各式各样的片头 而且呢 还是这个 金马奖得主这个黄品源的作品 正宜就笑说啊 其实以前很多唱片宣传 都很怕她 因为出身歌手的她 在排通告的时候 就会拷问啊 这个宣传人员说 嗯 这张唱片的制作人是谁呀 啊 词曲作者是谁呀 这呢 常常问的大家一愣一愣的 所以呢 其实呢 要当成 当一个好的制作人 跟一个好的广播人啊 其实这个追根究底啊 要了解通盘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呃 在正宜的歌唱事业里面呢 她唱过两次的这个电影主题曲 一次是小爸爸的天空 是由李志希 李志祺 杨洁梅唱的 呃 演的小爸爸的天空 呃 她唱的是请听我说 但是今天爱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另外一首海上花的主题曲 就叫海上花 是这般稀情的你 粉碎我的梦想 丰富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 是我的一生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志祺 字幕志愿者 李志祺 李志祺 刚刚您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正宜带来的海上花 呃 正宜在中广主持起立世界 一共有14年又4个月的时间 她就在走进2003年之际 正宜决定要挥别起立世界 因为她觉得说 呃 其实这个事情啊 酝酪有两年了 两年前中广大变动 就交由代理商来制作 虽然让我开了眼界 了解到许多业务方面的问题 但是为了配合客户 节目空间变小了 一切都没有那么好玩了 嗯 在台湾做广播节目呢 其实呃 广告是一个非常大 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来谈谈 在正宜这14年来的起立世界 出现许多让人难忘的特殊人物 头号巨星就属于哈林于晨庆 他在1989年跟正宜搭档主持啊 呃 他老在老爱在麦克风面前 学孙小毛的声音 其实我记得除了于晨庆之外 王伟中也很喜欢学孙小毛的声音 那正宜就说呢 其实他跟哈林呢 呃 默契非常非常的好 事前根本不用套词就能侃侃而谈 而另外一个从起立世界发迹出来的 也就是像耳熟大家耳熟能详的 星星王子 他那个时候呢 常常看到星星王子在公司 和女同事们讲星座 每个女同事脸上的表情啊 都是那么的专注 我心里想 干脆就把星座搬到空中 让大家听个够 没想到呢 这个星座热就从中广 整个延烧到整个台湾 让原本在可登唱片 担任录音工程师的星星王子 也就此一炮而红 呃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郑怡所演唱由林秋梨作词 熊美玲作曲的敲通我的心 其实这首歌呢 后来熊美玲自己本身也有出一张专辑 也把这首歌放成主打歌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 郑怡唱的敲通我的心 就当我是这世上最无敬 你瞧瞧瞧痛了我的心 不管我怎么伤心 你可曾经见我声声哭泣 我瞧瞧瞧痛了你的心 你才是真的无情 请伤害我这最爱你的心 Zither Harp 远方的霓虹闪烁 投影你在我窗口 我阴眶泪光中 你如此的笑首 情深一弹 极端的落寞 无力靠在门后 强忍住心中战斗 明知道你不会走 墙门声音催着我 要我选择 是否解开心中的锁 而留住你在爱我 你瞧瞧瞧瞧痛了我的心 有时间所有感情 你深深责备我 如此任性 我瞧瞧瞧痛了你的心 也不会改变决定 就当我是这世上最无敬 正在相见的小路上 木贵的老牛是我同胀 黄昏的新手相连 慈善演唱会 将于4月1日下午1点 贾桥二中心举行 校园民歌之父叶佳修 将清零现场现唱 购票站线909-613-1603-562-682-0351 欢迎您一起来与我们共度 一个温馨的下午 欢迎您继续收听 和爱与您主持的 明歌下午茶 这四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的想法 好像没有目标的等待 他的未来一次美丽的意外 一场错误的恋爱 也许都是无法预见的安排 多少擦身而过的面容 陌生的眼光 看不出来城市的匆忙 如此的无奈 一次美丽的意外 也许都是无法预见的安排 对接着男子 他紧紧抓住了我的视线 对接着男子 他并不知道我的心事 对接着男子 他使不注意到我的存在 对接着男子 又慢慢地走开 对接着男子 对接着男子 看不出来 他的未来 一次美丽的意外 一场错误的恋爱 也许都是无法预见的安排 对接着男子 也许都是无法预见的安排 对接着男子 对接着男子 他紧紧抓住了我的视线 对接着男子 他并不知道我的心事 他并不知道我的心事 对接着男子 他紧紧抓住了我的心事 对接着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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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并不知道我的心事 对接着男子 对接着男子 他为您所播放的是 由郑怡所演唱的 对接的男子 这个郑怡呢 跟老公张达仁 他相恋了半年 两个人就在1991年6月30号 踏上红地毯 结婚以来呢 郑怡对家里的事 十分十分的低调 其实你看我们可以 在这个报章杂志上 都看不到郑怡在讲 他自己的老公啊 或者是什么事情 他难得说起 跟老公相恋的过程呢 郑怡说 他以前算命的说啊 我会在30岁以后 结婚 而且还跟老公 聚少林多 离多 真的还给他完全命中哦 像跟老公相视4年 郑怡说 他们在哪认识的呢 他们在牌桌上认识的 老公呢 是好朋友的同学 大家呢 常在一起混 遇上母亲生病的时候呢 心情不好的郑怡 就常找张达仁聊天 郑怡就笑说 有天我无意说出 我现在很好哦 一直不想谈恋爱 其实不结婚也没关系了 没想到 那却被他老公 视作为是在挑衅 也就是因为 这样的话题一开 两个人就交往起来 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而这个对接的男子 张达仁也就成了 郑怡的另外一半 接下来呢 我们听听郑怡跟另外一位男生 叫做曲又良 所带来的《从来都没有》 告诉我需要什么从来都没有 说句话让我感动 哪ổ 啊 为什么我们还在默默的承受 啊 为什么你不断地伤害着我 飘荡的爱情 何时才能停留 从来都没有 见到过你的笑容 从来都没有 看到你快乐面孔 从来都没有 看见过你的温柔 啊 为什么我们还在默默地承受 啊 为什么你不断地伤害着我 飘荡的爱情 何时才能停留 从来都没有 见到过你的笑容 从来都没有 看到你快乐面孔 从来都没有 看见过你的温柔 从来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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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由郑怡跟曲又良 啊 双胞胎儿子移民到加拿大 那聊在台湾的郑怡就辛苦一点 每隔几个月呢就当下空中飞人 郑怡说其实看到儿子在加拿大适应得很好 即使天长挂肚的想念也是很值得的 其实呢 这个郑怡啊 在面对人生跑道转换的关键时刻 他说其实很多人看不到未来就不敢放弃 但是我不是 我永远呢是先放弃了再去寻找契机 当然移民加拿大的老公跟两个宝贝儿 双胞胎儿子之间的苦苦呼唤呢 也让郑怡很心疼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郑怡放下了在起立世界主持了14年又4个月时间 他选择了后者 就是选择家庭 因为女人在事业跟家庭之间 他说他一定还是选择家庭 所以呢 现在要赴加拿 现在人在加拿大的郑怡跟老公小孩团聚 他说 其实呢 正是不要去想工作的事情 他呢 还是会常回到台湾的 所以呢 最后 在节目的最后 郑怡带来这首《想想我》 不要忘记大家要多想想郑怡哦 也不要忘记下个礼拜六 下午1点到2点 要记得收听何爱云所主持的明歌下午茶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你一定要挣挫 别被霓虹的迷惑 别和陌生人交代 在空前的时候 可以想想我 想想我 想想我想想我 当天亮的时候 别忘了家族山 当天黑的时候 别再年轻